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22号 俄罗斯莫斯科州一个音乐厅 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 俄联邦侦查委员会23号称 在清理音乐厅废墟的过程中 发现多具遇难者遗体 截至目前 莫斯科州音乐厅 发生的恐怖袭击 已导致133人遇难 搜救行动仍在继续 发生恐怖袭击的 科罗库斯城音乐厅 位于莫斯科州克拉斯诺哥尔斯克市 近临莫斯科环城公路 事发前 音乐厅内 正在举行一个乐队的音乐会 数名身着迷彩服的 不明身份人员在现场开枪 并投掷手榴弹或燃烧弹 引发火灾 额卫生部长穆拉什科表示 对伤者的紧急救治工作已基本完成 后续救治工作加紧进行 事发后 俄联邦侦察委员会 随即对该恐极事件进行立案调查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多名嫌疑人在音乐厅实施袭击后 乘坐一辆白色汽车逃逸 俄执法人员展开追捕 据克里姆林空发布的消息 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 向俄总统普京汇报追捕 嫌疑人工作进展 俄执法人员已逮捕11人 其中包括4名直接参与 恐怖袭击的嫌疑人